疫情搅局大学只考延了将近一个月 在今天终于登场 首日的考试科目包括了物理化学还有生物等 大规模的考试也考验着大考中心的防疫能力 今年也堪称是史上最严格标准 各考区早上七点半就开放入场量体温 额温超过摄氏37.5度就会被移往防疫市场 口罩如果没有佩戴好 该科目也将以零分来计算 教室也配合防疫规定全面降载 一间市场只能容纳20人 考生之间的间距达到1.5公尺以上 也是有史以来最遥远的距离 午餐也是由大考中心来带定 为了让考试顺利的进行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一早七点半不到校门外 考生已经排起长长人龙 疫情搅局只考延了近一个月 终于入院登场 很艰辛啊真的很难熬 那做硕利南安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陪在他身边 所以就现在真的 就站在这门口稍微看一下也好 多了一个月的那个准备时间的 但是就是还是就鼓励孩子 就是稳稳的把他持续下去 而且也会担心小孩子在里面 如果有临时有什么状况 没有办法协助他做紧急的处理 所以难免还是会有担心 家长不开放陪考 就怕考生有任何突发状况 爸爸们守在大门口舍不得走 今年防疫堪称史上最严格 大考中心呼吁大家提早到 因为现场要进行分流进场制 门口先确认身份后 才能进到市场喷酒精量体温 而温不得超过37.5度 如果超标将会被移往防疫市场 进到教室后才是真正防疫一级战区 原本一间教室可容纳42人 这次降载到一半 考生间的距离超过1.5公尺 可说是有时以来最宽敞 而中午用餐时间 大考中心首次带定便当 考区的指考人员也有超过9成 都已经接种过疫苗 大考防疫全力备战 那么多 然后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确诊 然后没有被检查出来 那大家不是都遭殃吗 他们自己在防疫上面都做得很好 那加上学校也不断的 就是有卫教跟宣导 所以然后家长这边也都会配合 所以我其实觉得还不错 不会太担心 堪称史上最难熬的指考生 要立抗疫情 同样也要兼顾考试 现在终于如愿 踏入考场界台北 综合报道